騎在高雄鳳山的廣遠路上 一般人不會注意到地上的標線 這裡竟然是路肩 陷阱啊 誰知道騎來就對了 如果被開罰 你會覺得很難 有名帳相議員反映認為 這是道路陷阱一旦被罰 罰還最高一千八百元 我的路肩是二點一米 我的機車道是兩米 我有右轉彎的車子的話 我的摩托車勢必通通都得被 擠到外面路肩來 站了一個小時 最少最少有九十幾輛摩托車 還有加上汽車都會被開單 議員還測量 機車道寬度兩米 路肩2.1米 記者時期去測量 路肩確實比機車道還要寬 一旦車多擁擠 或者是汽車貨車開在機車道上 那大多數的機車 就會騎在路肩上 通通都違規 道路只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可能快慢車道的分別 也沒有幫忙很明顯 另外像是在五甲三路上 也有類似情況 車道旁邊有路肩 大多民眾根本沒灑灑 他們不懂 好像沒有那個必要存在 議員質疑認為 道路標想要進行改善 有部分的權責不是市府管轄 市府要幫忙協調 需要一點時間 不過像是這樣的馬路陷阱 用路人自己也得小心注意 免得吃上罰單 三連新聞 朱惟達 何正鳳